接下來我們來測試倒車入庫 自動倒車入庫 自動倒車入庫 現在我自己就準備要買車 可是我真的離上一次開車 已經很久很久了 所以有這個自動倒車入庫功能 就還蠻實用 按下去之後 它會顯示 掃描右邊停車位 那我就打入D檔 讓它慢慢的往前開 它就會自動掃描右邊的停車位 那我右邊的停車位就在右前方 有沒有 找到右邊的停車位了 然後這時候讓車子的攝影機自己去掃描 好 找到了 然後它接著我的煞車就慢慢放慢慢放 找到停車位 按倒車入庫 然後掛入倒車檔 打入R檔 然後接著 檢查周圍 看看有沒有車輛 然後再慢慢放煞車 準備倒車入庫 這時候我的 車子的後方的攝影機啊 會出現兩條指引線 那它會 你可以去平這個後方的攝影機 然後順便查看一下自己的車子 有沒有停鎮 那煞車一定要慢慢的放慢慢的放 然後方向盤也是自己在動喔 然後現在出現什麼提示 停車 然後打入D檔 我就是要挖往前 車子要準備要回正 方向盤都自己會轉 然後 再打入R檔 讓它繼續倒車 然後一樣煞車都是慢慢放慢慢放 好 這對新手來說真的是非常好用 這對新手來說真的是非常好用 都自己在轉喔 恐怖喔 怎麼會這麼方便啊 好 他說已完成 順利完成駐車 OK 好 我下車來看一下我停的怎麼樣 這是自動停車的 來看後面停車的位置 來看後面停車的位置 還不錯 停的很正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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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